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要向香港市民致敬 6月16号香港市民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超过了200万人参加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同一个城市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香港人太了不起了 本来6月15号就是游行前一天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做出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他说要向香港人民道歉 还说要暂缓修订这个送中条例 但是这个道歉非常不诚恳 因为他道歉的同时 他又把这一次运动定性为暴动 而且他还拒绝撤销对被抓的这些香港市民的控罪 第二个他还没有 他不是完全撤销这个送中条例 而是暂缓讨论通过这个条例 那现在香港市民对于林郑和他背后的中共已经完全不信任了 大家担心他们会找个机会卷土重来 所以大家6月16号又重新走上街头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声势要比6月9号的那一次百万游行更加的壮观 参加的人数几乎是扩大了一倍 这次游行的这个诉求呢 一共有这么几样 第一个呢就是要撤销对反送中运动的暴动的定性 第二个呢就是要撤销对被抓市民的这个控罪 第三个呢就是要追究警方的这个过度使用暴力的责任 第四呢就是要永久的撤销送中条例 第五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 面对这种局面 面对香港市民的这么强大的压力 中共和他们的这个代理人林郑 他们会怎么样应对呢 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呢 无论他们怎么做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他们都输的 都输定了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会输多少 现在他们面前有四种选择 就是有四种不同程度的让步 四种不同程度的书法 他们如果撤销对运动暴动的这个定性 撤销对香港市民的控罪 这个做得到的肯定会做 现在关键是他们做了之后 会不会平息香港人民的怒火 我相信是不会的 中共的第二种选择就是除了前面的让步之外 他还要这个承认送中条例是搞错了 彻底的放弃送中条例 这个时候香港市民是不是应当放过他们呢 我认为也不应 不要不要放过他们不应当 因为在这次运动当中 香港的警方过度使用了武力 这在香港特区的历史上 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所以说大家必须得阻止他们 而且呢 在这次过度使用暴力的这个警察里面 极有可能有一部分是从大陆派过来的武警和特警 这就直接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破坏了一国两制 绝对不能够容忍这种现象 一定要追究责任 追究到底 第四种呢 就是这个中共要让步 就是彻底让步 让林郑月娥下台 因为这次啊 这个事件的主要的责任人 就是林郑月娥 只有让她下台 这个才能够平息香港人的愤怒 才能够让香港特区政府重新走上正轨 现在中共的这个处境呢 是非常的难堪 非常的难办 尤其是习近平这个政权 他们是不习惯于让步的 更不习惯于彻底让步 但是呢 这一次 无论他们让多少 他们的统治 在对香港的统治 都已经受到极大的削弱了 这一次这个反送中运动 有两种可能的后果 那第一种呢 就是中共在香港 这个 他们的统治 元期大伤 短期之内啊 他们是没有办法 这个侵犯香港的人权自由的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运动啊 一直持续下去 最后波及到内地 引发中国内地的 大陆的这个革命 颜色革命啊 最后让香港 也彻底的获得自由 让香港的民族 得到彻底的实现 如果啊 中共这次一开始啊 迅速的让步 迅速答应香港人 所有的要求 那么就会出现 第一种结果 就是他们在香港的 统治被削弱 但是如果中共啊 误判形势啊 磨磨蹭蹭 不想答应香港人民 所有的要求 那么整个事件 就会持续下去 那持续一段时间 它就会波及到内地 就会引发中国大陆的 颜色革命 那么中共 不仅仅会失去香港 他们还会丢掉 整个中国 最近有一些人呢 在配合中共 恐吓香港人啊 说中共要把坦克车 开到香港了 要进行大屠杀了 我告诉大家 根本不可能 中共现在啊 他们内部斗争 非常激烈 绝大多数的中共元老 中共的这个军方的军头 他们是反对镇压的 因为一旦 中共的坦克 开进香港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就会彻底的丧失 国际社会 也会对中共啊 进行强烈的制裁 就会冻结中共那些高官 他们在海外的个人资产 也会冻结中共 在海外的 这个所谓的国有资产 这是中共啊 绝对不能够承受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啊 没有任何人敢于下令 屠杀香港人 习近平如果敢下这样的命令 他随时都会遭到中共内部的联合脚杀 他会属葬身之地 2019年呢 对中共 尤其是对习近平 这个执政团队 这是灾难性的一年 尤其是在过去这三个月 他们连续打了三场败仗 丢了三个阵地 第一场败仗呢 就是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他们把美国给丢掉了 这个阵地给丢掉了 就是今年这个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跟川普谈判破裂 川普突然宣布增加关税 在这个贸易战当中 现在川普已经是公开的 在踩他习近平 跟他说啊 你如果不来参加这一次G20峰会 那我马上就加税 他就是要习近平无条件的投降 习近平本来啊 还想去俄国和中亚这些小国 找一点温暖 找一点支持 但是普京呢 已经明确表态了 他是要坐伤光虎斗 不帮习近平 那第二点 就是习近平在台湾也打了败仗 在过去这两年呢 他们花了天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说去年年底啊 这个亲共派候选人大获全胜 他们想啊 直接在问鼎 台湾总统宝座 但是过去这三个月当中呢 这个 他们的形势啊 这个突变啊 反共的蔡英文 现在啊 民意度啊 节节上升 完全的遥遥领先于 亲共派的这些候选人 所以台湾这个阵地 他们也丢掉了 现在他 中共又丢掉了香港 在香港的强大民意面前 他们已经啊 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只要香港人民 再坚持一段时间 你们就会赢得彻底的胜利 现在习近平的政权 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啊 现在只有在大陆的这个政权啊 也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现在啊 还能勉强在支撑着 但是呢 有很多迹象显示 中共在大陆的统治 已经是彻底的乱掉了 第一个迹象呢 就是他们的经济体系 已经乱掉了 经济急剧的下行啊 现在这个外资企业 大量的撤走了 民营企业呢 正在大量的倒闭 那失业工人迅速的增加 物价也是啊 很快的上涨 再加上啊 猪瘟 虫害 还有大水灾 等等天灾人祸 整个大陆啊 是风雨飘摇 大厦江青的 这种漠视景象 非常明显 第二个迹象呢 就是中共的决策体系 已经乱掉了 大家都知道 中共高层有严重内斗 但是这些内斗啊 现在已经影响到 这个中共决策机制 让他们没有办法 正确的决策 中共过去这两年 几乎对所有重大事件 都有严重的误判 比如说对美国 这个有严重误判啊 导致了这个贸易战呢 节节失利 对欧洲日本 还有韩国这些国家 都有严重误判啊 导致他们跟美国现在已经连成一线了 围堵中共啊 俄国他们也搞错了 习近平本来想联俄抗美 结果呢 普京现在是公然打脸 这次呢 又严重的低谷了 香港人民的这个抗争意愿 抗争决心 这些误判呢 他们都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都严重的削弱了习近平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这个情报网呢 他本来是非常的大的啊 密布全世界 尤其在香港 他们很有力量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么多的误判呢 这是因为习近平 他过去想搞独裁 他已经想 已经把中共体系内部的那些派系啊 全部得罪了 那些派系 他们根本不想让习近平做出正确的决策 大家都想 这个都给习近平错误的情报 给他错误的意见 而习近平呢 他又没有这个能力来辨别 所以说只能是被一帮人忽悠着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啊 一会儿硬一会儿软 就像这次在香港的问题上面 开始的时候啊 非常强硬 现在又软下来了 在贸易战上面也犯同样错误 那一会儿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说啊 要决战到底 然后又说啊 要顾全大局 那不战了 那一会儿呢 又要抗美援朝了 那现在又说了 川普是我的好朋友 中共高层的这个决策 之所以这么荒腔走板 这就是因为啊 所有的人都在给习近平挖坑 都在想看他的笑话 都在想削弱他的权威 那经过这次香港的这个事件 再加上啊 六月底这个G20峰会 习近平肯定还会出丑 那么他在党内 在军队内部的权威 就会丧失殆尽 那些啊 想跟他叫板 想向他动手的人 那个时候啊 就会忍不住跳出来 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中共内斗的 这个白热化 公开化的这个场景 那第三个迹象 就是啊 现在民众的不满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我们全民共证团队啊 委托了一些在国内的同道啊 在暗中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他们在南方的几个省啊 随机的访问了 大概是三千个啊 各个阶层的老百姓 得到了这个一份啊 民意调查的结果啊 主要的调查是 这个问题啊 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老百姓 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极度不满意和不满意的 两部分人加起来 已经达到了69% 勉强过得去的 达到是22% 满意和非常满意的 只有9%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老百姓 对政府的政策的满意程度 不满意的和满意 非常不满和不满意的 加起来有65% 勉强过得去的 有31% 满意和很满意的 只有4% 在这个专制政治体下 老百姓呢 可都是啊 被这个长期被洗脑的 如果这个时候 还有超过50%的人 对这个政权不满意 那说明社会运动 革命情绪 就已经成熟了 到达临界点了 中国的这个变革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民变兵变和政变 很快就会发生了 颜色革命 很快就会爆发了 所以说希望全国各地的 有识之士 体制内外的 这个民主同道 大家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需要准备的工作非常的多 最重要的 最具有战略意义的 是准备组织 组织工作 革命本质啊 就是打破旧的组织 形成新的组织 那么我们现在啊 就要为打破旧组织 形成新组织 做好准备 具体的说呢 要做两种组织准备 第一种呢 就是所有的民主同道 都要形成自己的核心团队 或者是加入 一个核心团队 关于形成这个组织的方法呢 我在 变局册的第一章当中啊 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请大家参考 那第二种呢 组织准备 就是啊 所有这些民主团队 大家要有一个互相联络 互相交流的机制 今后才能够一起行动 一提到这个反抗力量组织化 大家总是想起来政党啊 或者是流亡政府啊 临时政府 因为我们经常接到 国内同道的一些 这个催促 说你们赶紧竖起大旗啊 成立政党 成立流亡政府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 也很感谢 但是呢 我们海外民运的人士啊 绝对不能走这一步 因为民主力量的主体在国内 民主运动的领袖也在国内 只有在国内才有条件 形成这样的这个组织 才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呢 困境就是啊 国内成立这样的组织 有一个安全的问题 而在海外呢 形成这样的组织 又名不正言不顺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呢 不建立政党 也不成立临时政府 或者是流亡政府 我们建立啊 联络平台 这个平台啊 与传统的组织 有一些根本的不同 传统的组织 是一元化的体系啊 政党就一定要有个党中央嘛 哪怕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咱们也要成立一个党中央 那临时政府或流亡政府呢 他们就一定要有总统 还有议长 这些领导机构 平台就不一样了 平台是一个多元化的 一个多中心的一个组织体系 所有的这个民主团队和个人 他们都可以加入进来 加入进来之后呢 大家都是平等的 同时呢 大家也都是独立运作的 不需要听命于其他的任何人 任何机构 那么大家到一个平台上面 去做什么呢 在这个平台里面 第一个是可以交流意见 交流思想 然后呢 就可以形成共识 大家有在自由表达自己意见 在充分表达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一些共识 共识形成了之后 就有共同的行动了 那下一步就是要协调共同的行动 凝聚共识协调行动 这就是这个组织的功能 平台就是一个组织 只不过它和过去的这个 金字塔形的这种组织结构啊 不一样 它的结构啊 是网络型的 这是新时代的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 这种组织啊 更加民主 同时呢 面对专制的时候 它也更加的安全 只要参与者遵守一些基本的安全规则 就可以规避专制政权的监控和打压 我们全民共证平台呢 在一些美国和台湾朋友的帮助下 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建这么一个平台 这些专家呀正在帮我们设计一个非常严格 但是呢 又非常容易操作的安全程序 让所有进入这个平台的团体和个人 都能够完全的隐藏自己的个人身份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就是要让每一个团队和每一个个人 能够啊 既能够与其他的人交流联络 同时呢 又能够完全的隐身 把自己隐藏住 让中共的监控系统失效 我们可以充分的交流思想和意见 能够与全国各地的其他民主团队啊 连成一片 在有共识的时候啊 我们就协同作战 在没有共识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这个 独立的啊 各自为战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中国啊 这个绝大多数的城市 都有这样的一个团队 那这些团队都加入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呢 就要让这些让这个平台 成为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啊 有识之士的这个聚一听 全民共证团队 海外这个团队就为大家服务 运作这个平台 维护这个平台 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英雄豪杰 能够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 通过这个平台风云际会 共襄胜举 那今天呢 我只是在这里发一个海报 那今后呢 我们会 这很快我们就会推出一个正式的文本 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啊 这个各个朋友继续关注啊 大家这个 同意我观点的 请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 请订阅 更期待大家呀 在我的这个视频下面啊 发表评论 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